哈喽 屏幕前面的观众们你们好啊 我是来挑战的小鸭 最近呢是推出了新的口味影片 其实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只是我这边超市呢还没有上架 昨天逛超市的时候呢看到了 就立马买了回来 那么这里呢一共是6包 3种口味 1个 樱花米酿味 就凭外观而言 这是三款里面做最好看的樱花 粉粉嫩嫩的造型 还有一朵樱花落在酒碗里 胃下的有意气 来 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分量和口感如何 满满的一大盘还是挺不错的 哇 这有一股很浓烈的米酒味道 它上面呢有很多像樱花颜色一样的小点缀 这个放心吃肯定没问题的 咱们试试口感 这 这啥味啊我的天 啊 这不对劲 这不对劲 真不可为樱花米酿味 为了让你体验到那种米酿的感觉 这一口下去 仿佛就让你吃到了十多年过期的米酒 但是等那个味道过去之后呢 还是能轻微的尝出一点点的清爽 就是这个一开头的米酿味道 哎呀 太难受了 我都有点怀疑 它是不是拿着这个薯片 去泡了米酒 然后拿出来晒干 卖给我们的 这种味道也不这么奇怪 如果喜欢清爽口味的 而且能接受米酒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买来尝试一下 但是其他小伙伴们呢 我就真的不建议你们去尝试 第二种 醇香 粒子味 这个呢 没啥特别的 它名字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就是一股粒子味 为什么粒子口味的水平上 也有樱花的饭点 难道是这个系列独有的特征 咱们直接开吃 它的粒子味是真的特别足 属于那种特别香浓的口感 不是说只有一点点的粒子味 而是你吃到土巴里之后呢 整个口香啊 都是粒子味 哇 好吃 喜欢吃粒子的小伙伴们呢 一定要买来尝一尝 这个是真的不错 太香了 最后一种 生津羊梅味 说到羊梅 好想吃鸡 口渴之溜 有一股非常浓郁的羊梅香气 这个肯定是最好吃的 果然不错 这个上面呢 也有了樱花色的小点点 感觉它羊梅味不是特别重 但是却有一股羊梅的酸 羊梅不应该是酸甜酸甜的口感吗 怎么到这就只是特别酸啊 但是呢 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OK 那我们做一个排名 首先最好吃的呢 是这个纯香粒子味 因为它确实非常的香浓 第二名呢 是这个生津羊梅味 虽然不是特别甜 但是它酸酸的口感也很好吃的 第三个 也是我最看好了一个 但是它的口感是真的非常差 虽然它包装还做了这么少女心 各位小朋友们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购买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